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玩真三角無雙斬 昨天在街上更新, 所以抽了一抽時裝, 十年抽的 抽了這些東西, 唯獨是比較好一點就是這個女步 因為我正在練女步, 她的技能都OK的 5%生命傷害時, 提升5000的絕對減傷 今集我就會主要講一講女步, 還有這個 這個時裝的屬性, 絕對減傷是甚麼來的, 絕對傷害是甚麼來的 講一講女步, 其實今次的女步, 我自己覺得有點失望 並不是戰神那麼誇張, 有一樣東西值得讚的 就是她技能的攻擊加成, 的確是超級高傷 今次女步只是改了三招技, 其中一招技就是她的招無雙技 那招技就不提, 她改了她招二技和三技 出手是快了, 簡單來說出手是快了 那有甚麼哪些強了呢, 可不可以說是戰神呢 都半戰神, 為甚麼呢, 因為她的攻擊加成是超級高傷的 那看一看這裏, 她是十六呢, 這個是兩特的女步, 金女步來的 她招三技有九千七, 她招四技是一萬零五百百仙 那其實用這個六特, 余禁來做例子 她招四技已經是低過招女步那招四技的了 好, 所以你看到是女步那招四技是很屈的, 很痛的 那就算我們不用這個余禁, 因為余禁是圓三星, 我們用圓四星來做例子 她招孫上香, 大家都用孫上香的了, 她招四技都是八千二 雖然她有流血, 她的專門有流血, 但是女步都有魂, 還有加攻擊力 所以兩體都OK的, 就算關羽, 都七千一的 其實簡單來講, 這次的女步, 競在哪裏呢 就是她的技能的攻擊加成, 還有出手快了, 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大橋時裝, 其實我就不會留的, 我會吃光她 然後主攻這個女步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次的女步的改 就是她的改技能, 未算是真的令到她變成戰神 未算, 但都厲害的, 可以半戰神, 可以說是 現在來說, 可以頭三的, 我自己覺得可以入頭三的 力象來說可以入頭三, 因為實在太痛了, 她招四技和三技 好了, 我們講時裝的, 講時裝之前講一下活動 這些活動就在主畫面左邊, 按活動進去 其實這個活動在她官方Facebook沒有提到的, 所以提了大家 簡單來講, 這個是課金活動來的, 課金活動 第一個和第二個獎勵, 都很容易達成的, 但接下來也要課金才行 最美的一個, 最難得到的獎勵, 就是第六個獎勵 我得十種時裝以上, 而且是五星的, 一定要五星以上 這個獎勵就是突破卷走禮傷成二, 最美的了 你要預, 如果你想出主衝這個獎勵的話 你是預了有些時裝是廢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小橋和陰伏那些, 實在太廢了 就算日後會改進, 就算日後會改進, 都不會景到去哪裡 為什麼呢, 因為前居可鑑, 你旅報都改成這樣 你陰伏和小橋改得去哪裡才行 沒有, 你不會景到去哪裡 你要預, 其實如果你是抽到大橋和小橋的時裝 其實你有沒有想著觸發他的技能 你純粹想要他的屬性加成 對, 純粹是這樣的 有些不到按的感覺 你拿時裝回來是 沒辦法完美地觸發到他的技能 其實最美的就是這個時裝收窄大師, 第八個 獲得三種時裝以上, 提升到六星 其實有些時裝都漂亮的, 例如周宇, 內部, 黃元姬 黃元姬之後應該會改靚一點點的 他的技能, 實在, 雲記太廢了 接下來還有周泰都OK的, 就不算太廢了 他的獎勵就是六星的金帝券乘二, 都OK的 如果你貨禁的話, 就用這個來做目標 其實都OK的, 這些是 接下來是減傷, 絕對傷害, 以及絕對減傷的效果 大家知道, 傷害等於攻擊力 人家的攻擊力, 減你的防禦力, 就是你的傷害 首先, 例如有一個裝備 就是一個, 減傷5.45% 每人知有一個女部, 人家的女部扣你一萬傷的話 你會得到多少傷呢? 比如說, 人家有一個女部扣你一萬傷 那你受到的傷害有多少呢? 就是100% 減5.45%, 再乘回人家的女部一萬傷 那你得到的傷害就是9455 那如果除了減傷之外, 你還有額外一個 絕對減傷, 這個1292, 這個傷害的話 你承受的傷害就是多少呢? 比如 這個呢, 我就不知道先減還是先成了好 那所以呢, 我就有兩個傷害的, 見到是 受到傷害1, 以及受到傷害2 那第一個是先成了, 然後再減 其實, 兩邊的傷害相差都是幾十的, 不多 所以就, 其實這兩個方法都是差不多受到傷害的 所以, 沒有什麼太大分別的 如果有一個女部扣你一萬傷的, 是成 那我先成了他, 成了是95%先 然後再減1292 答案呢, 就是8100左右 那第二個呢, 是先減少, 然後再乘95% 那答案是8200左右 那其實兩個都差不多是 減了20%的傷害左右 其實都OK的, 是 那比如有一個, 這個是 黃元基的時裝, 他是有一個是 絕對傷害714的 那怎樣計傷害呢? 就是你自己的傷害 比如你一個女部, 假設呢, 傷害是一萬的 那實質你所輸出的傷害呢, 就是一萬再加714 那答案就是10714 就是這樣 那很簡單, 這個傷害再入回人家 扣回人家那個減傷後果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一萬 轉做 10714 就是這樣 就是人家計他自己的傷害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再重新計過 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那個表呢, 我就會是用這個 這個吧, 叫阿提蜜的, 雖然不知道他有沒有看YouTube 我就用了他的, 我不希望有些人會 偷了他不用, 我要給他回歷史 就是, 好像你去寫大學論文的時候 有時候你寫論文呢, 他不知為什麼很濕交 都要給他回歷史 現在我有種這樣的習慣, 我用別人的資料的時候 我會給他回歷史 講明是這傢伙的作品來的 謝謝他 接下來呢, 就會講一下時裝的技能 第一個, 到底三個, 其實最好的那些 我只覺得是 這個, 血量低於80%的時候 提升5000的, 絕對減傷 這個呢, 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打一關的時候, 有很多兵仔 其實通常呢, 他們打你呢 就看你防禦率有多高 你防禦率有4000的話, 其實都扣你大概 5000多左右 其實算上這個, 他5000多傷害 再扣上這個5000點的絕對減傷呢 其實會扣你幾百而已 扣你幾百而已 其實都, 其實可以簡單來說 就是, 消除了以前那些打關呢 有些兵仔在後面偷射, 還有一些兵仔偷打呢 其實很有用的, 這個是很有用 其實以後呢, 就沒有這個問題的了 以後呢, 就不用怕了 如果有人是玩關羽 對啦, 經常兜路的, 經常兜圈的 其實有這個的話, 實在很好用 但可惜現在呢, 就沒有這個 關羽的時裝著 對啦, 如果有的話呢, 其實關羽 配上這個, 其實基本上可以用流血啊 就這樣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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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兜 在這三種之中呢, 全部都是絕對減傷 唯獨是, 我只覺得第三種是最有用的 那當然, 其實這些為什麼沒有用呢 是因為, 它說要受到5%的傷害 其實你受得多, 就會死的了 對不對呢, 有時候你不可以 那, 還有你不可能控制到你是5% 就停的了嘛 通常你一被人打, 就扣成十幾% 可能死的了, 可能甚至 那所以就, 這個最有用的 第三個, 我只覺得 那跟著來的技能呢, 你見到4和5 都比較, 有些人說廢 其實我自己覺得OK的 那首先呢, 其實這些這樣的攻擊 增益效果呢, 其實應該包含主障技 和它, 專武技能的 如果這些專武技能是拔山啊 有些是加攻力, 好像瑜伽一樣 它是如果打死冰劑是會加25%的話呢 攻擊力的話呢 這些其實全部會吃光的, 將去漸牆之後 那麼, 例如10%的話 例如你拔山25%的 再加主障技25% 換言之就50%啦, 50%的 即是許處這樣 這樣, 那個50% 再乘回10% 即是加5%的攻擊力 5%的攻擊力有多少呢, 例如你 12000攻擊力的, 5%的話 即是600攻擊力, 對了 簡單來說, 例如有些 入場之後, 會加成50%攻擊力 例如許處的, 它是會 變成50%攻擊力的, 其實 就會多多五百幾六百的 其實都多的, 對了, 你自己想自己 你有沒有用呢 即是多多五百幾攻擊力, 會否要用呢 這個30克星防禦 其實就, 除非你主玩防 你主玩防, 例如呂蒙那些 就有用, 對了, 唯獨是有幾隻 有幾隻武將有用 這個呢, 就有可能是黑回呂蒙 不過有少許雞辣, 就要抽到任何 這個負面效果, 負面狀態 這個, 不知道負面狀態是 包到些什麼, 流血那些包不包呢 不知道, 等人測試一下 才知道, 這些全部等人測試一下 即是負面效果是, 包了所有東西 即是雲, 冰 和這個 減傷算不算呢 即是這些人家觸發到流血 又算不算可以包回 就不知道的 因為太, 那個 好像蜘蛛網一樣 互相去交合, 互相去 有一個乘化, 乘數 互相影響的話, 其實很難計 這些事真的 有條件限制來說, 看回不同的武將 如果有沒有中毒, 那些 就會有機會有用 如果那些完全是靠攻擊力 打人的話, 例如 呂布那樣, 其實這些就不會觸發到 其實是 如果你打了呂布的話, 唯獨是 受到攻擊力這些, 和這些 才有用的 因為有些武將是完全是不靠 就是用這個CC技 來找飯吃的 所以其實這些 對於他們來說, 是沒有用的 這個就不用想, 黑曹操, 黑這個 拆關時, 有些曹操很麻煩 不斷冰的, 就這些 有用的, 當然下面我更好 消除所有的負面效果 其實這些, 我自己都沒有喜歡 因為受到%傷害, 才會 觸發到這些 即是, 我都很拼命的, 不是你死 就是我忙的那種 所以就,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的 這個就, 其實全部都是 很被動的, 都是受到傷害 受到攻擊的時候, 才會觸發的 那這個, 這三種流血 和中毒, 最好呢, 應該中間這種 和時間是最少的 受到攻擊的時候, 就會 3%造成傷害, 造成流血 每秒流3%的, 持續3秒 一共9%啦, 其他的都是 8%左右, 最多 這個都是8%左右, 還有 還有, 最漂亮的, 因為他持續3秒 其他的要8秒 其他的要4秒, 其實這個最漂亮 我在周泰那裡見過有的 周泰, 不用說 這個會不會跟本身周泰那招 專武技, 和那招4技 重疊了那招流血呢, 其實就不知道 有些人說不會, 有些人說會 那就等人來試一下 這個都是, 最後來到這裡 這個其實都比較受歡迎 因為受到攻擊, 任何攻擊 總之放的屁, 都算的 就25%雲, 持續3秒 那在最後呢, 我們來個總結 有3個技能呢, 我自己覺得是 蠻好玩的, 蠻正的 第一個是, 血量低於80% 那時候呢, 就提升這個 5000點的絕對減傷 這個打關, 還是打PVP都有用的 幾通用下的 第二個呢, 就是黑這個冰狗的 第二個就是, 受到5%傷害的時候 就免疫了所有的負面效果 那我假設所有的負面效果 即是, 包括冰凍, 包括暈, 包括流血那些 其實, 就這樣看呢 就是, 字面上來看都正的 那最後第三個呢, 就是小攻擊的時候 就25%會暈的攻擊者 持續3秒, 一來持續3秒很久 二來呢, 就25% 他算是每一下都算的 那其實你很容易 打PVP, 就很有用的 如果打關來講, 就未必有用 因為通常, 如果那些BOSS都是1秒 或者2-3秒的 那其實他們就可能 不是好黑到他們 所以如果打關的時候 最好就帶回前面這個 對抗的兵制是十分之有效的 今次我們都講了差不多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